碳纤维的后扰流板 看起来非常的酷 即使是入门级的20.28万元的车型 它的配置表现都已经很出色了 想这么低成本的体验 3.9秒的一个加速感受 在燃油车上花的可不止是 这一点点钱 你看 今天我们拍的车 拉抓 拉扎 我们今天不看 拉抓 不看 拉抓 看 拉扎 拉扎S 全新的中大行车 官方指导价从20.28万元起 它在外观上给你的第一感觉 或许还是挺科幻 前卫的 让人有一种概念车的感觉 整个车头较为低趴 分体式的前大灯上方的LED 日间行车灯很犀利 全系车型都拥有LED光源 自动大灯 自适应远近光 转向辅助灯 以及下方的前驻车雷达 功能还是挺丰富的 新车车身线条非常的流畅 在隐藏式车门把手等细节造型的帮助下 它的整车风阻系数仅为0.216 诸如无矿式车门 外后视镜记忆 倒车自动下翻 锁车自动折叠 无药式进入19英寸轮圈 都是全系标配 新车尾部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灯的灯主 上方微微隆起的样式带来了一定的运动气息 这台顶配车型的上方还设有一个碳香味的后扰流板 看起来非常的酷 功能性方面 全景影像到车雷达均有提供 车身颜色方面则是提供了6种外观颜色供消费者选择 德扎S的类似设计相比去它的外观来说丝毫不逊色 简洁 规整 富有科技感 我的右手边这块17.6英寸中控屏 无疑是非常的醒目 类质高通骁龙8155芯片 运行速度得到了保障 丰富的功能也能满足日常所需 12.3英寸副驾娱乐屏除低配车型之外 其他车型都有配备 包括车雷的氛围灯也是如此 至于AR HUD 只有大阪以上车型才会提供 德扎S座椅分为仿皮皮 帆毛材质混搭两种 全系车型都拥有前排座椅电动调节 加热 记忆 后排座椅电动调节 配置非常使用 配置较高的车型还提供了腿拖 按摩和通风功能 动力方面 新车分为真程版和纯电车型两种 具体信息大家可以查看屏幕上方的表格 动力信息之后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德扎S八款不同配置车型之间的配置差异 方便大家直观的进行对比 首先三款真程车型 即使是入门级的20.28万元的车型 它的配置表现都已经很出色了 驾驶辅助系统很齐全 但它缺少了新人员车型标志性的隐藏式车门把手 对档次感提升明显的12.3英寸副驾娱乐品也没有 再加上主驾驶时腰部支撑 前排座椅封封的配置 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考虑中配车型吧 当然低配也是很好的选择 纯电版德扎S分为续航长达715公里的后驱版车型 以及续航稍短650公里 但零版加速时间只需3.9秒的四驱双电机车型 如果您对动力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需求 那选择后期版即可 不足7秒的一个加速时间满足日常使用 没有任何的问题 具体车型的话 选择纯电715公里后驱中版即可 该有的都有 也没必要加钱上大版车型 激光雷达版本那更是直接忽略 至于四驱车型 那肯定是纯电650公里四驱大版 领配太嗨完全没必要 相比同配置的后驱车型 续航里程短点加速更快 价格贵了1万元 个人觉得这一点差价还行 毕竟像这么低成本的体验 3.9秒的一个加速感受 赞燃油车厂化的可不止是这一点点钱 属于中大型车的 轮达S它的竞争对手 自然是极客001 名跑C01 以及BRD汉等车型 OK这便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